2021年台北登节公布主视觉 宣传影片以及系列精彩活动 融合蒙甲在地与牛年的华丽主视觉 主办单位也特别透露届时牛还会跳舞 并将登节结合在地商圈 宫廟文化传统街区 登区北起贵阳街南至蒙甲大道 西至西原路至东边的康定路间 有三个展区展现现代潮流 传统文化科技未来元素欢庆元宵 这次的主灯它叫牛神 它是史上第一个会跳舞的主灯 那今天要卖一下馆子 因为我们会择日再跟大家做介绍 但今年我们有纳入很多蒙甲文化的部分 这个是往年都比较少见的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是融合了 很有养分的文化跟很高深的科技 然后把它结合起来 一次值得期待的登节 延宵这段期间 所以以台湾的民属来讲的话 我们跟这些寺庙等等的结合 一直都是大家用很虔诚的心 所以这次回到蒙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 蒙甲地区它本来就是一个 过去以来跟寺庙文化 结合得非常好 所以这次你看我们从龙山寺 青山王宫 清水祖师庙 天后宫 到台湾省城隍庙 五大宫庙全部都参与了这次的登节 那宫庙的这个文化 除了传统之外 其实它也是祈福 我们希望说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世界都受到影响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登节的活动 可以为全世界祈福 而舞台表演有金曲歌后 魏如轩和摇滚天王500 董事长乐团 佳佳白安等大咖献唱 阵容坚强精彩 旅游业者也结合登节活动 推出35条专属套装行程 拼国旅 欢迎民众利用假期 政府补助来游玩 记者万俊台北报导